好,各位同学好 哇,这个我们时间呢有点紧 那个今天我讲的题目呢是 反对性斜杠别 其实就是斜杠别的就是意思 就是gender sexuality的意思 那完整的一个表达的意思 其实应该是说是 sex against gender sexuality 然后呢其实探讨的 倒不是中文的性啊性别 而是英文的sex跟sexuality 那些英文字本身的问题 那我今天呢的讲课的文本呢 可能你们应该也已经先读了 差不多了,读过 所以我今天只会讲一个大概的轮廓 那我不太讲细节 那我会穿插一些 你们在阅读的时候 我可也许会碰到的有一些 不是很了解的地方 那我会 但是我在写作的时候 不方便加进去的 因为不太清楚读者的这种层次 那我会尽量的把它 澄清 所以呢最好是配合我原来的文章阅读呢 然后听我的讲演呢 可能收获会大一点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会讲一点 在结束的时候讲一点粉丝跟同性恋民主主义 因为好像原来也有要求你们去读一篇嘛 好的这个我今天不会讲sex versus gender 因为这个其实大家都好像蛮理解的 就是这个生理性别跟社会性别的这个 这个之间的这个差异 看他的很多的政治 对吧 尤其是在今天 有这个跨性别的政治兴起以后 你碰到一个 比如说 我骗不到讲男变女是不是可以 男变女 然后你硬是说他 硬要强调他的sex 男 那他就会给你急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就很多紧张了 而且你不能去叫人家以前的那个 变姓以前的名字 对吧 等等 所以这个sex versus gender 这个现象 我们是很普遍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今天不讲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sex versus sexuality 这个 还是几乎很少人讲的 因为这两个 为什么会有一种对比关系呢 也可能 大家也会觉得奇怪 好 所以呢 今天我就是来反思 英文的这个sex跟sexuality的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我 老是这样中英文变换 有的时候会 会这个 顾不来 有时候 也许我就直接讲性 但是你们可以从上下文分得出来 我是事实上是在讲sex 那我知道你们这堂课呢 是 所谓这个性别研究嘛 然后呢 在性别研究里面 其实最基础的观念 就是sex跟sexuality 那可是我们可能再去 就是再去 进入这个研究以前 或者以后呢 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就会 你知道就是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 对吧 可是我们很少去回到这个sex跟sexuality本身的问题 因为其实这两个观念是我们这个学科里面最基础最重要的问题 那你们记得一件事情 那你们记得一件事情 一个学科里面最重要的问题 往往就是这个学科里面最基本的 与会名词和概念 它的最基本的分类 因为它会涉及一个非常非常最基础的大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够一天大晚在这个基础问题上打转 所以我们通常就会 一进来以后呢 我们就拥抱了一个范式 就拥抱了一种对于这个基础问题的看法和解释 然后我们就义无反顾的就一直拼命去做下去 因为只有这样做下去 你才能够有结果 你才能够齐末写出论文 你才能够去发表 为什么呢 因为这基础的问题是最难的问题 而且是讲不清楚的问题 它是一个学科在革命的时候发生的一个 才会出现的问题 但是革命现在已经过去了 所以现在你在搞就是反革命了 所以我们一般人都是在一个到处下面工作的 我们不太会回到最基础的问题 但是呢 偶尔呢 我是觉得你要回到基础的问题呢 对你来讲还是有帮助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今天就是要再讲这两个 Sex and sexuality 他们是一个非常基础的 这个我们这个学领域里面的一个 概念 然后呢 他们是有历史性的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在特定历史里面 兴起的 OK 就在这以前呢 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历史性的 再来呢 那他们当然有一天 他们会不会慢慢的 没有人比较 那也是有可能的 历史性的意思就是 它有生有死 这就是历史性 再其次呢 我要讲它不但就有历史性 它是有社会性的 就是有语言和文化差异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就觉得 就是说这个性别 邪线别研究 我以后讲性别研究 就是性邪这样子 别研究 这样就简单一点 是一个普世的现象 是一个普世都有的东西 虽然我们都有这个学科 可是这种任何的一种普世现象 都要被质疑 它为什么会变成普世 它的普世条件是什么 它是靠着什么样的权力知识 达到了一个它的普世的状态 这个我们要去反思的 所以这个特别是 像你们的Sexuality 其实你并没有很好的 中文翻译 我们也就把它翻译成性 对不对 而且它的翻译的问题 曾经有过非常多的争论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 就是说这个Sexuality 直接就可以移植到来 移植到我们这个中文的语境来 好 所以这个 那你说Sex这种东西 不可能没有啊 有人类就有Sex啊 那不然我们人类怎么延续下去呢 非也 不是这样子的 事实上Sex有现在的意义 等一下我们就讲 它其实是 在英文里面 是很晚才出现的 就是20世纪才出现的 在这以前呢 没有Sex这样的 那么广泛的一个名词 比如说讲男女的 这个就叫Copulation 那男男的这种纲交啊 或人跟动物的 这个也是纲交啊 所以它没有同一个字 Sodomy 那是另外一个字 对以前人来讲 这是完全不同概念的东西 你不可能把这个 两个东西混在 混为一坛 可是你看现在这个Copulation 慢慢就不太用了 所以这就是它的历史性 OK 所以Sex也是一样 它不见得就是 一直能够通用下去 好 所以呢 我就要再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 一个历史社会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OK 而且呢 它相对的是普世化 普世化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觉得说 特别是 我们可以中英文不分 我们可以直接在中文语境里面 用英文 其实你每次这样一使用的时候 你就是再一次的 用英文来殖民化中文 那我们在我们现在 目前的一个世界历史格局里面 就这500年的格局里面 其实我们还没有走出普世化 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有任何的普世化 它还是一种殖民化 我们还没有走出来 当然不是说普世化永远都等于殖民化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这500年来的 西方殖民主义的一个格局 以至于呢 各地的 它不管是适应各地的国情 民情 社情 就是人情等等 都常常呢 如果不跟这个普世的 相一致 就会被认为不符合普世价值 但是其实从历史的眼光来看 现在所谓的普世 或者是不普世 都是社会历史的 而且呢 他们其实都有某种程度上的竞争 去竞争一个普世的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类需要普世的概念 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议题 我现在就不展开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普世 其实都是竞争的普世 我们所有的社会历史性 也都是潜在的竞争的普世 因为大家都希望 都要能够成为一个普世的概念 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倾向 好 那我今天讲的主题呢 是指讲Sex的一个文明化 那这个Sex啊 它在西方呢 它主要是被宗教道德所文明化 这个过去这个基督教的 对于Sex的文明化 我把它叫做旧道德主义 当然也引起了很多的反抗 就是对它的文明化的不满 而这个不对Sex文明化的不满 就带来了Genderhood sexuality的出现 按成长按茁壮 然后呢 这个Gender sexuality 它就跟过去的宗教道德一样 在它壮大了以后呢 也开始对Sex进行了文明化 那我把这个现象叫做新道德主义 OK 那下面呢 我就来解释这个 什么是文明化 先解释一下 文明化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兽性的引顿 就是人跟动物之间共通的那个东西叫兽性 但是呢 文明化就是要把它引顿起来 引顿的意思就是说 让你把它隔离 让你看不见 但是不是消灭它 就是比如说你 你现在比不可以当众小便 小便是兽性的 因为我们人类都有吃喝拉撒睡的这种 动物的本能 这种功能 但是呢 你要隔离 你要到厕所 你要到别的地方 看不见的地方 去做 所以文明化基本上是一种兽性的引顿 那你像餐桌的礼仪 我们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仪式 我们的信 信交的发生 不像 像是原始人 原始人就是突然有了 再抓过来就发生了 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要跟人家约会 要跟人家什么 请吃饭 然后要谈情说爱一番 有这么一个仪式的过程 有礼貌 有规矩 那下面我再介绍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非正式化 文明化会带来非正式化 如果你看了我的文章的话 你就知道 文章里面其实有讲到 因为我们文明化以后 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都已经 都已经养成了一种自制的能力 我们都可以压抑我们自己的这种兽性 那久了以后 我们其实就不需要再遵守一些老的规矩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有一点 不要那么死板的 一板一眼的规规矩矩的 OK 你就不需要拘泥 最代表的这些细节 当然这种非正式化 在我们现代是非常流行的 这个跟我们讲 人人平等有关系 因为以前的话 社会等级制的 你对老师 对父母 对长官 对什么的话 它不但是一种外表的文明化 它还要有一种尊敬 有一种 就是 我一下 不想不去 中文要讲 是吧 就是一种尊敬 所以你就必须有一种 一套礼貌 一套规矩在 但是现在呢 有的人比如说 不叫爸爸 直接叫爸爸的小明 对不对 跟老师 也不叫某某老师了 当然现在这个 还不是完全是这样了 还会叫他 道明兄 道明什么的 对不对 有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就变成一种非正式化 那比较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说 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的话 说 我小时候还是这样子 就是你不要边走边吃 你不要在这种公共场所里吃 那台北火车站 你不要随便躺在火车站里面 去睡觉 躺在地上 坐在地上 但是你知道 这个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这就是一种非正式化 跟文明化之间的一种拉锯 对不对 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就可以不用讲 那这个在西方的 这个资产阶级先起的时候 他们公共场所里面 也是有很多从农村来的人 到了火车站就躺下来睡觉 因为那 就好睡嘛 那就变成了他们一个问题 那在公共传播 比如说像以前电视 做节目 以前都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你主持人要不苟言笑 要或者说要面带微笑 你不可能在那边随便的讲话 谈混不清 咳嗽 就其实 其实在台湾 把这个非正式化 带到台湾电视上 很重要的两个人 就是这个所谓什么 徐家姐妹 他们才叫SOS 我不知道现在叫什么了 就他们开始主持节目 完全非正式化 就是大S小S 对 然后呢 这个 你现在看这个 国外的这些新闻节目呢 NHK也好 美国的三大电视网也好 或者是 大陆的中央电视台也好 他们的报道 都还是非常正式化的 但是呢 在很多其他的这种 小的电台 小的节目里面呢 就未必是这样子 就非常非常的 整个肢体语言啊 什么的 就非常的非常非正式化 好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到 文明化会带来非正式化 那这个非正式化 它有个问题 就是特别是对于Sex来讲 前面说这个Sex文化 就是公共引盾了 然后言语有避讳 等等等等 你要公共常讽里面 看Sex 你要有一个正当的学术的目的 但是这个文明化Sex以后 开始走向非正式化 慢慢就可以放松禁忌 禁忌 重新所欲不愿举 甚至在边缘游走 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呢 它就会过界 过界以后慢慢的呢 它也就开始很容易结合一些 所谓的性自由的这种风气 OK 所以呢 这就是 所以文明化 很成功以后就变成非正化 但是非正化又可能形成一种文明的倒退 因为 就有很可能慢慢的 大家慢慢的就 在这个边界 越玩就越嗨 然后慢慢的就不守规则 所以它会变成这样的一种现象 好 我们介绍了前面的这些基本概念以后呢 我们就来谈就是说Sex 从Sex衍生的Sexology 是怎么出现 怎么发展 怎么样扮演了这个文明化Sex的角色 取代了宗教 好的 这个Sex我们先知道 就是说 它原来在英文里面 是指着男女的意思 就男女 那某种程度上呢 他们也是因为文明化呀 不想直接讲 性交 Copulation啊 Sodomy啊 这些字 他们就开始把Sex也带着性交的意思 其实 这个你很容易理解 对吧 就是说 现在我们比如说 我们的语言里面 这个 我们都是讲 男女就是 性别嘛 但是有的时候 你不想讲性交这样的事情 你就说 哎呀 你也知道嘛 他们有男女之事 或者说 所以慢慢的 他们也会把这个男女 这个两性的意思呢 带着性交的 变成了性交的意思 对Sex这个字呢 慢慢就从男女呢 就多了一个性交意思 那Sex在英文里面 现在还是男女的意思 还有 对不对 这个 这个例子就不用 所以 Sex开始有了这个新的意思 就是性交的意思 它是个新的分类 它就涵盖了很多的意思 它开始了有一种 我把它叫做梵性论的形式 就是说 不但男女之间的交合是Sex 动物跟动物之间的交配 也是Sex 人跟动物的交合也是Sex 甚至呢 色情图片是Sex 几乎很多很多东西都是Sex 这就是一种梵性论的趋势 那梵性论大家知道 是一开始是用来指责弗洛伊德的 比如说弗洛伊德就很生气 说我不是梵性论 所以梵性论有一段时间 在我学术界还变成一个污名 但是其实呢 这个Sex的扩张 这确实是存在的 那它为什么弗洛伊德会被人说是梵性论呢 它这怎么扩张呢 主要就是说 一般人认为说 它提出来的时候 Sex存在于幼儿 所以其实它不是第一个这样讲的 但是这个学术历史 我们不要去管它了 那而且它认为Sex存在于高尚的文明里面 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了 它简单的意思就是 对它来讲 那个Sex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性交 而是一种生存的那种趋励 或者是暗欲 就是我们一种求生的 不是本 一开始它讲本能 本能是生物的 后来它讲趋励 就是一种心理的 那后来当然弗洛伊德把这些都推翻了 它最后晚年时候说是死亡的趋励 那这个我们就跟我们比较没什么关系 但我们就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呢 Sex简单来讲 它是有扩张的 它是有犯性论的 那这个 有了Sex以后 那怎么会有Sex案 主要是有一种现象 当时让人们很困扰 就是性到错的这个现象 性到错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他有一个 是一个男人 他爱男人 但是他把他自己打扮成女人 这种叫做性到错 这个现象呢 在我们现在是不存在的了 因为我们现在把同性认跟什么 变装屁啊 跨性别啊 把它都区分开来 都认为是不一样 所以性到错现在其实没有这种人了 所以这就是一种分类的问题 那怎么去解决性到错呢 他们发现用生理解释不一样 因为他两个生理一样的人 解释不了性到错 他们以为性到错是阴阳人 后来发现性到错也不是阴阳人 所以他们就变成了说 一定有一个东西叫做性心理 它不存在于任何的人的哪个器官里面 导致了性到错 然后呢 为什么你有性到错 他没性到错呢 就是因为他的个人的生命 使他从年的这个教养的过程 那由此呢 就发现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现在需要一个概念 是sex 传统sex 传统sex就是解剖别的 这种羊具啦 阴道啦 什么阴和啊 什么这一类的 女性的这种生理 男性的生理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解释性到错了 所以要有一个性心理 那这性心理是什么 就是sexuality 所以就开始有sexuality的观念 就是你的sexuality是什么 我sexuality是性到错 或者是什么 慢慢这个sexuality 从心理扩张到社会 扩张到政治 然后这个东西呢 不同于我们的sex观念 然后这两个就分家了 分家以后就变成有了一个生理 生物的决定 跟社会的建筑的一个对立 好 那sexuality为什么会 我们刚刚讲的心理的发明 这个是说sexuality是性心理的发明 所以在心理上有sexuality 那它怎么会走向社会跟政治呢 这个呢跟sex的文明化有关系的 OK 那这个文明化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宗教在西方呢 它有一个很强大的 性道德的那种压抑 OK 然后呢 但是我们知道 1920世纪又偏偏是资本主义兴起的 这个世纪 然后有很多的新兴力量 要反抗这个压抑 然后在这个知识 跟社会里面争取的性的自由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的 这个争取性自由的运动 到了二战大后 二次大战以后呢 美国社会开始富裕 讲究消费社会 保暖私盈域 享乐文化 他们就不想要再继续压抑欲望 但是不表示宗教力量消失 一直存在的 其实到今天都还在 这个昨天是美国的其中选举 共和党里面还是有很大的 一种宗教性的力量 这个宗教力量是在雷根时期复兴的 但是呢 这个其实它们是有变化 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今天 是有变化 当然这个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了 总而言之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战争 文化战争存在就是一方面 是信的这个争取自由 另外一方面呢 有这个对它的压抑 这个19世纪这个压抑很有名的 就是这种维多利亚主义 就是你说话呀 严刑举止啊 都要非常小心都要非常文明化 对 然后呢 同时我刚刚也讲了很多 争取性自由的运动 包括妇女去避孕啦 同性恋除罪呀 等等 那么在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越来越用这种 平等自由 这样一种政治性的语言 去讲 这就推生了一个比较社会政治化的sex 于是呢 这就是sexuality的产生 那这个我前面讲到说 旧的这种对sex文化可以叫做旧道德主义 那么新的sexuality对于性的文明化可以叫做新道德主义 那我要澄清这个新道德主义啊 在英文里面其实并没有这个词啊 在英文里面就moralized moralism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训免教训 就是表示说他占了一个高的姿态去训免别人 对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 一个另外一种就是文化创造性的翻译 因为这样的话 中文的人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这个sexuality的这种新的论书 这种新的道德主义呢 他慢慢取代了宗教的这种旧的角色 就变成了一种很主要的力量 因为我们现在是世俗化的力量 当然我们社会里面有这种保守的群众 他们信基督教啊 信什么 那么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信的文明化是宗教的力量 对吧 那你可是对于这种不信教的人 一般的世俗化的人 他的sex其实也是被文明化 那是被什么文明化呢 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是sexuality所代表的 这一些moralism 启蒙式的一种文明化 我把他叫做新道德主义 但这新道德主义 他一开始是怎么来的呢 他一开始是从女权的反色情运动开始的 这个色情就是指调娼跟那个淫秽品 那这个女权的反色情运动 他很有意思是因为 第一个女权 它是代表了一个非宗教的世俗的 Gender这样的一个概念 新期以后的一个社会运动 可是呢 他的反色情呢 事实上又比较采取了性保守的姿态 而且呢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联合了一些宗教的 在美国宗教的右派人士一起来反这个色情 所以他等于是从旧的反保守的这个宗教的力量 他吸取了一些 然后呢 他又有一些新的论述 告诉你说 色情这东西呢 不是他 这个 啊 就是 这要怎么讲呢 旧的色情会讲说是妨碍 是这个对于公共不雅 交坏儿童 他不是女权主义看起来说 这是在物化女性 他开始用了一种新的论述 这样的一种gender 和特别女性的这样的sexuality 来对性进行一种sex进行文明化 那这你很可以理解 这就是因为sex在新的形式下 在商品消费主义 这个资本女社会里发达了以后 色情新形态 大幅的传播 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 什么小广告啊 什么这种都会帮助新的这种 就帮助这个色情区的妓女呢 向外扩张等等 于是这个旧的宗教道德 他没有办法再 很好的压抑了这些色情 于是呢 就有了这个新的这个 文明化的这个动力 这个sexuality 特别是女神 好 等一下 好 这个 由此呢 在新型态的这个性运动里面 这当然牵涉到像Gail Rubin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可能也许你们课有读到 我不知道 那他对于这个整个的 这个性的这个自由运动 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就是以前就是很简单的讲 性的这个自由啊 性的解放啊什么的东西 那他引进了一个阶层的分析 一种政治性的分析 就变成了性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阶层压迫的问题 那么这个重点呢 慢慢也从这个追求人类的性的 这个自由解放快感 天人合一什么之类的 从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不再是新的这种性运动的重点了 那以前会这样讲 就是我们人类有的欲望压抑它不好 会生病啊 然后欲望是自然的 我们要跟自然回到自然啊 回到这种不要被工业社会所压抑啊 以前是这一套 但是当Rubin来以后说不是的 这是捏成的问题 这有一群 是一个阶层 一个性阶层 压迫另外一个性阶层的 这种政治的问题 所以他 这个thinking sex这篇论文呢 就把整个的这个性的问题呢 改变了 但这一改变呢 sex开始变成了一个sexuality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的性运动呢 不再是要求的不是sex的满足 就是说 新的性运动不是说 让我爽 我要高潮 我要今天晚上要有炮打 不是 它是更广泛的要反歧视 要就业要教育等等 这种文化政治社会权利 所以这个sex都没有成为sexuality 因为这些问题不是sex的问题 是sexuality的问题 这个字 这个sexuality的字就被赋予了更多的 从心理上的这种同性恋 性到错的意义 就赋予了更多的意思 OK 那现在问题是这样子 当然这个sexuality喊了很久 包括sexual的运动也喊了很久 但是其实都好像没有最近这几年 七八年代成功 欧巴马之后的一些成功 全球性的一个成功 甚至达到了这个同性婚姻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成功 毕竟sexuality是一个阶层 被另外阶层压迫 很多阶层压迫并没有成功 对不对 你说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 工人阶层压迫 就工人阶级平反了吗 并没有 那为什么sexuality可以成功呢 为什么它可以形成在媒体 或法序上的政治证券 一定是它借助一个更广大的利益跟力量 就是它搭上了一个更广泛的力量 所以这个是要分析的 要分析到什么 才能讲出来 为什么sexuality可以成功 好像是这样子 这个成功下面又压抑了谁 所以说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不是sex的问题 同性婚姻讨论不是同性恋的性问题吗 是不是 同性婚姻讨论的是sexuality 所以这个sexuality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同性婚姻为什么能够在美国西方通过 它为什么能够在台湾通过 它又是靠着什么样的力量跟局势 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分析 要去面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牵涉到 就是说所谓同性恋民主主义 它是怎么样在某个地方 或者全球建立 慢慢建立起来 这些问题是相关的 总而言之 这个sexuality成为一个文明化 sex的一个心力量 有着新道德主义的背景 为什么我认为它成为文明化 sex的心力量呢 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 还是要讲一下新旧道德主义的这个差别 我已经讲了旧道德主义是宗教对sex文明化 新道德主义是gender sexology对sex文明化 gender这个部分对sex文明化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这个女权主义的反色情 这个色情就是sex 它有时候靠着这个保守的 保守派的旧道德主义的力量 所以它有时候跟宗教派合作 这个时候女权主义 它讲的sexuality也是讲的 但是这个sexuality是一种负面的受害的 而且是特定的 就是女性的sexuality 那在一种情况下的这种 一开始的跟着sexuality的这种 女权的这种新道德主义呢 以女权为主的新道德主义呢 它其实是比较保守的 而且呢 它在政治上呢 也是 虽然它是跟一个自由派合作 但是这些自由派呢 也都是比较保守的自由派 因为自由派没有激进的嘛 对不对 也有保守 保守的话就是 这种保守的自由派 有的时候可以马上去 在美国的话 它可以从民主党跳到共和党去 或者有的共和党也跳到民主党去 就是这种比较自由烈的保守派 那在台湾其实也是这样 台湾你如果去发掘现在一些 过去这些民进党的这些人物 他们的言论 你就会发现 他们怎么过去好像还蛮恐同的 或者他们常常发表一些很保守的言论 因为在某个政治里面 他们这些自由派都是保守派 就是自由保守派 但是在美国呢 后来产生了一个变化 这个就是文化战争越演越烈 然后黑人总统的出现 等等 激烈化了这个自由派跟保守派对立 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对立 然后呢又有一些在外在的契机 就是这伊斯兰复兴 然后在美国发现呢 这个对同性婚姻呢 还有这同性恋权力旅权主义的推动呢 他可以针对伊斯兰复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这也就是同性恋民主主义的兴起 当然是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那么在台湾呢 续营也是因为蔡英文落选了以后呢 发现这个你不再激进不行了 他也开始倾向激进化 他也不再是保守的自由派 当然更大程度上是受着整个美国环境的 整个的全球文化战略转变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就明显要推进这个东西 开始呢 从一个从美国到全球很多地方呢 从一个比较保守的状态呢 走向一个比较激进的状态 关于这些呢 我过去有写过两篇文章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有过这样一个比较更详细的分析 分析台湾同性婚姻 还有这个性意识形态的派别和变化等等 这个在这个人间思想这个刊物里面 好 这个新道德主义在这个全球化的政治 和社会运动的NGO的影响下 这个何老师有谈 也另外一方面 跟保守派斗争 他又开始另外一种 道德主义 或者这种启蒙训勉的这样子的姿态 就是一种树立一些新的道德标准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把它叫做政治正确 就从此而生了 那如果只是sexuality那还好 对不对 然后还有所谓的交织政治 那就更严厉的一个这个政治正确了 因为这个sexuality同时受到了种族性别 素食环保年龄移民等等的启蒙训绵 所以会对你的语言与此行为多重的文明化的要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多话讲行为 你都要注意 不是只是注意sexuality的这种政治正确 你要注意到你在种族上 性别上环保上年龄上这些你是不是做的不对 说的不对 所以这就等于是一种新维多利亚主义 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这样的 其实维多利亚人很习惯这个 他们也是在言语举止上非常非常的小心 比如说他绝对不会说大腿 他跟一个女人讲话说 你大腿上有只苍蝇 他不会这样讲 你讲大腿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的 在当时是道德的真确 好 所以呢 现在西方对sexuality文化的主流 不来自宗教力量 当然还是有 就对于这种保守派的人来讲 那个宗教化力量还是在的 而是gender sexuality这些交织政治的力量 这个比如说你可以看色情 但是你不能在地铁上看 你不可以在家里面的小孩面前看 你在家里看色情 不能给家里小孩看到 OK 但是这个同性恋呢 基本上它不是在建筑与公共的sex 已经sex抗争了 人家会觉得说 你都有同性婚姻呢 你还在我们这个公共面前表演什么 同性性交大会干什么 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问题都剩下的都是 sexuality的权利的议题 而不是这个sex 所以呢 这个sex跟sex抗争了在公共呢 有此消彼长的那个趋势 在公共呢 你现在没事就去弹钢交了 对不对 它在公共的议题 但是sexuality呢 是公共的议题 我们在学术语言上也会发现 也是这样的 我们过去你看过去的书 基本上都是sex 但是现在这些议题慢慢的消失了 剩下是关于sexuality的种种 sex的新闻的话 还有非常表现的很多层面 比如世界性学会 这个World Association of Sex 这个它也改名了 它也改名什么sexuality 还有什么健康 什么这个 这样的一个名字 这个然后呢 慢慢一个共识 就是这个sex 应该要保持一个隐私的状态 或者是没品 或者说让你觉得你政党性不足 因为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去谈sexuality的议题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去突然坦胸漏武呢 或者是要干嘛 对不对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不正当的性压抑来压抑 性压迫来压抑你了 而且现在只是说 这个sex这个东西 你不要去教坏小孩子 教室里面呢 更多的也是谈性别平等教育 而不是性交教育 艺术的这个sex展示 其实也在很多地方出现问题 总而言之一句话 sex一种享乐的 应该是留在你个人隐私的范围里面 你有这个自由 而不是示众公开 所以它有个文明化 文明化就叫从公共隐盾下去 OK 就是受性 sex就是受性的隐盾 这个就成为一个常识 但你说 这好像也没啥嘛 事实上是这样子 就是你已经习惯sex文明化 去政治正确的地方 你就往往昔而不昔自身的文明化 现在你只有到了某个第三世界国家里面 某些才会发现 哦 原来没有被宗教或sexuality 我有sexuality的伙伴们 general ability文明化的地方 原来是这个样子 你还恍然大悟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西方白人 没事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度假 OK 因为那种地方呢 你就非常清楚的 什么叫做sex文化 而且才更明白 什么叫做文明化 因为那种地方 什么都不文明 OK 但是在新道德主义地方 对sex都有政治正确的 这种道德规定 好 那这个文明化呢 现在讲到它有个权力的效应 文明化呢 它受性的隐盾 但是往往需要物质的基础 才能更高的文明化 你比如说 很简单来讲 我们就常常想到大陆 想到厕所没有门 其实呢 这就是一种 那厕所有门是什么 是一种更 更进一步的隐盾 更进一步的文明化 知道吧 因为你说厕所有门了以后 然后就要有通风设备啊 然后你不可能是一条沟啊 一条沟的话很节省水啊 这个这种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语言叫做环保 其实就是资源的这种物质的节省 但是呢你如果要更文明化的话 你就需要更高的这种物质的要求 所以它需要一个相当的物质基础 这个才可能有更更进一步的文明化 而你在没有这样的一个物质基础上 你的不够文明化 它往往有一种权力的效应 对不对 那有钱人就会 有些没有钱的人说 哎你们不够文明 这不够文明的这个人就 第一人家一等 所以呢就活该被人家领导啊 或被人家击退啊 就活该这个处于一种挨打的状态 对吧 但是这就是以文明为名来进行的一个支配 而不能够那么文明 往往是因为文明化是需要想熟一点 就是需要钱的 当然钱不是代表一切了 就是整个的 比如说人民的这个国民教育的提高啊 这教育是非常花钱的 工业这个不是这种低端的制造业 整天在工厂里面文明不了多少 知道吧 对不对 你要能够做办公室 做服务业 等等这个才是文明化 而文明化总是一群文明化另外一群人 所以西方先进国家的人 可以去文明化 不那么先进的落后贫穷国家的人 当然了 成为文明化小孩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 所以文明呢 可以变成一种阶情的标志 在国际政治上可以成为大国压迫小国 有钱的国家有文明化资源打压穷国 帝国主义侵略的这种殖民的借口 这个不是新鲜的事情 因为呢 在这个 十九世纪 十八世纪下半开始呢 西方殖民主义就开始把世界分成文明的三个等级 就是文明国家 就是西方国家 野蛮国家 就是非洲 美洲 然后呢 中国这些帝国呢 是半开化 它分成了这三个 这很有名的事情 那我就讲了 好 所以呢 我们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文明化 而不是假定文明化一定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这个是 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要一直在讲一个社会历史的角度 文明化不是 大家都应该文明化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一个东西有没有价值 其实说实在话相对于特是相对于特定的历史 社会历史 是不是这样子 那你说 这双鞋子很有价值 可是对于一个两只角都已经别支的人来讲 它就没有价值 它没有脚 这价值是相对性的 各种各样价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社会历史 以这社会历史现在的发展 你需要什么样的配套 这个配套 就是在于要鼓励某些是好的某些是坏的 那这个好坏一定是相对于你目前的处境 一定相对于你目前的社会历史发展所需要的东西 对价值一定是相对性的 那往往把一个价值变成一个绝对普世性的呢 往往是一个 其实是背后有它目的的一种压迫 这个我们在人类学里面就知道 就是说你现在比如你发现一个原始人 他有他的一套社会组织跟生活方式 在人类学里面都知道说 你现在跑过去把我们现代文明去加到这个部落 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在亚马逊的公民的最深处 又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部落 是不是 然后忽然就说 哎呀你们这些人应该有现代的厕所啊 应该有现代的手机啊什么什么 我们都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对吧 这是人类学的常识 但是其实这个常识应该都推而广之 对吧 其实在我们这个人类社会里面 因为世界各国里面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发展的这个状态 发展的策略 它有与它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 那么往往之所以被要求说要采取另外一种 所谓更文明的更好的方式 往往其实是背后有的大国的殖民的强国的一种目的 比如说它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啊什么之类的 对吧 当初殖民主义就是这样子 他到南美去 然后南美这些人就生活在一个 就是不算是完全原始 但是就是每天跟自然生活好的一个状态 那他要把这些人通通抓成去开垦那个 那个养职员 生产经济作物 对不对 让他们放弃那个原来他们那种跟自然的生活 觉得这样比较文明 你现在开始当工人了 比你当那个原始人要文明 那事实上它是有它的目的了 它要剥削这些廉价劳动 对吧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特定文化 社会方式历史传统经济形态 工农业发展 人口构成 国际位置 其实都有它适应它自身的价值 没有文明价值是普世适应的 其实都是社会历史 你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就有与它相适应的一个价值 OK 那我举一个科幻小说的例子来跟大家讲 大家就可以更明白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外星人 高等于您降临地球了 这个外星人呢 他跟我们大概生理结构这些也都差不多 但是因为他们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先进 他们已经没有我们现在的这种 很多物质的这些困难 什么都没有了 以至于呢 他们的小孩子呢 这个其实是就是幼儿少年啊 童年啊就是小孩啊 用七岁以后开始呢 其实就可以跟父母跟别人 发生一些性的关系性的游戏 能插入就插入 不能插入呢 就玩一玩也是无所谓 这些对这些小孩子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然后这些小孩子都有非常非常的自由的 这种人格 也可以去投票 因为他们的大脑呢 也被某种程度的开发了 透过这种人工的晶片什么的 那这外星人觉得 这个才是真正的人的平等 年龄的平等啊 OK 那他们来到地球以后就发现 我们地球的小孩没有满18岁 都不能够接触到性格 非常非常不文明的 非常非常落后低等的 他要开始说 那你对这些这个 要么你就这个社会里面 需要活该被我们外星人所支配 那么你就应该采纳我们外星人的这种 文明的这种安排 但是其实呢 他的高中文明之所以能够 在儿童的少年 童年时代就能够接触到性 事实上是有他适应的条件跟主题嘛 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还有他的一个 这个文明的这种 富裕的状态 以至于就不会有这么多 对童年的这种 加以的这种规训训练 好 那我们其实同样 到今天世界体系就是个 富国支配穷国 所以我们 富的国家在金字塔的顶端 穷国在金字塔的底端 它是不可能有同样条件 达到同样的富国文明 所以在底层的国家 为了争取平等 需要有处于自身的条件 和主体的制度和文明 基本上是这样 那当然也许有一个问题是说 那会不会我们人类理性发展 到最后都归于同样的一个 同样的一种理性 都最后都发展到外星人那样的状态呢 这就要牵涉到各地的地理 和自然环境条件 历史文化传统 是不是都跟我们这个所谓 发展是没有关系的 是不是最后都同样的一种文明的形态 是不是都可能有同样的政治经济 文化支柱等等 那这个问题可以大家去思考 但是我要讲的是 文明总是有可能倒退 因为我们现在假设是文明 一直不断地前进 我们富裕再富裕 一直变得非常非常有钱 非常非常的富裕 但是难道不会说有一天 人口爆炸呀 瘟疫流行啊 核战爆发呀 然后又倒退了吗 外星人又来了 在征服我们吗 其实呢 文明的倒退呢 总是有可能的 所有的文明都是要重新开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儿童一生下来 他就是不文明的 你又要重新开始教化他 而教化他的这个条件 其实是不同的 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条件是不同的 有的时候成人已经非常喜欢 安逸享乐 跟成人还在奋斗的过程里面 他们对于儿童的教养 规训文明化是完全不同的 你就可以知道 文明化永远是会有差异的 所有的再文明化都是需要成本的 然后呢 因为文明化会带来非正化 而非正化总是带来文明倒退的危机 所以我们从这个理由可以去质疑 是不是文明的发展 永远就是只是往前进 才不会往后退 如果只要他往后退 其实就没有办法讲到说 所有的人类都会达到 同一个高等文明 这个就值得质疑了 好 我基本上这个前面的部分 大致上都讲了 就是Sex的文明化 就是现在是由Sexuality 和他的朋友们 交织的朋友们来执行的 然后呢 这个对于 是一种新的道德主义 新的一种顺便启蒙 它有为于这种旧的 但是不表示说 旧的道德主义就消失了 它也在我们中间存在 所以这构成了一个 比较复杂的政治 那么我今天在前面 比较是理论性的 就是主要讲到 我们要了解到Sexuality 这些英文字 他们这些 在特定社会历史里面 出现的意义 和他们今天 我们所面对的状态 因为并不是 一直都是这样子 对吧 也有Sex很发达 Sexuality还不发达的时候 是不是 就是我前面讲过的 这种性的运动 风起云涌的时代 也是有的 好 那我最后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其实跟我后面要讲的 粉饰是有关的 跟同性恋宁主义是有关的 那还剩一些 我应该还有来得及 所以我就赶快把它讲完好了 这个粉饰 其实它的定义 很简单 粉饰英文叫Pink Washing 别人叫做洗白 但是这个是 Washing就是洗白 就把一个坏的事情 把它洗白了 漂白了 这个意思 那它的源起是 因为以色列 大家知道他占领巴勒斯坦 然后对巴勒斯坦非常坏 我们只能用这种小孩子 然后呢 他是标榜自己同性恋有赚 然后用这个来粉饰 自己对巴勒斯坦的压迫 然后他说呢 巴勒斯坦跟这些中中国家 对同性恋不友善 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占领 也是合理的 其实你对同性恋有善 跟你对善领又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但是这个呢 就产生了一种漂白的效果 这个就被人叫做 pink watching的粉饰 然后也有各种各样 中东以色列粉饰的这种组织 有一个叫做pink watching很有名 就是他要警戒看守着 以色列的粉饰 也就是注意到中东 也会注意中东 迫害等等 也有人把它翻成粉饰 但是视觉的字 这个比较不重要 就知道说 有这么一帮子人 pink watching 他们在批判这个粉饰 这个pink watching 这个现在其实蛮流行的 因为后来还有green watching 对不对 最近那个 哪一个国家被批判 好像就是举办 我们这两天不是在这个世界的这个 是叫什么碳排放的一个大会吗 你知道吗 在举办的 非常多国家都参加的 然后呢 就有人指责这个主办国家 它是在green watching 对 好 anyway 那这个粉饰的话语呢 也不止是以色列 很多人都要运用 在印度 印度有同性恋除罪 那它扩张到到了克什米尔 然后克什米尔人就很不爽了 认为这是粉饰 粉饰印度对克什米尔人的一个政策 这个因为克什米尔有分离主义的倾向 那么印度呢 有长期的这种 所谓的镇压吧 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矛盾在 那这个呢 不只是各地的这种民族主义的一种抗议 还有呢 一些倾向自由派 比如说批判古巴的这种人 他也会说 古巴不是最近也通过同心同意了吗 他也会说 哎 你这是不是粉饰 所以呢 其实这粉饰的话语呢 其实被运输呢 用得非常广泛 大家都在使用 可以说是一团一团亂 那这个问题也跟同性恋民族主义 也是有关系的 同性恋民族主义呢 其实有两个意思 我先讲第一个意思 这比较 以前一开始是大家只要用这个意思 比较直觉的意思 就是在美国911以后 同性恋的美国的这个社群 有人倡导爱国 谴责恐怖主义 本来同性恋在美国都是比较投民主党或激进派的 自由派的 但是他出了一个人叫Andrew Sullivan 这个人在过去十几年年挺有名的 那么他就开始倡导 同性恋应该也要 也要这个 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就是觉得你不能够完全被民主党绑架 也是要共和党里面也要有点力量 我觉得他最原始 这是比较好的一种摆设动机是这样 但是他个人他也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信念 他就支持美国保守派共产党的一些主张 然后也有一些保守主义的一些世界观 然后他要希望同性恋能够加入回归主流 同化到这异性恋常态里面 分享美国的这个主流价值 加入美国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 回归整个商品消费主义 回归家庭 回婚姻 他这基本上是美国主张 所以他这个第一个意思 就是说同性恋民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的意思 同性恋第一个意思爱国主义 就是我们同性恋爱国 同性恋要作为越国家的民主主义者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同性恋的第二个意思呢 这是一个理论家 Yaspir Khoa的观点 他不是指说LGBT跟国家共谋爱国 他又把这个意思又再推进了一步 他是说呢 我们的现代性呢 政治的现代性呢 发展 以前一开始最早的政治现代性发展 就是国家的这个主权呢 应该是为人民所共有 所以一个国家如果他不是个民主国家呢 这个国家基本上就应该就是说不文明 对吧 就应该要被推翻 或者是就不讲人权了 所以要全民所有 要人民 但是呢 后来呢 其实一开始知道这个所谓人民共有 其实只是资产阶级专政而已 男性 那后来就推广到就是说 妇女 这个一个国家的现代性 就是一个国家现不现代 就是看他对妇女的权利尊不尊重 他的现代地位 如果是尊重妇女的话呢 这个国家呢 就是一个文明国家 否则的话你就可以去推翻他了 因为他虐待妇女嘛 美国人就可以派兵去 然后呢 从这个人民妇女再进化 到国家的文明 现在呢 是由他对同性恋的这个态度而定 这就是同性恋民族主义 OK 这是第二个意思 开始的意思 就是这是一个新的意思 所以你这个国家如果恶待同性恋呢 你这个国家就没有 就不是一个文明的 就是流氓国家 就不是文明国家 那么 人权高于主权 所以西方国家就有权利去翻设你 介入你的国内政治 这是同性恋民族第二个意思 那 帕拉的这个 Homo national 他为什么提出这个呢 因为他就是看到了 就是说 这个意思的民国 国家民主义 用西方用来 作为帝国主义 干预 吃费其他国家的口食 用人权外交做武器 所以帕拉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整个的重点其实是 开始要召唤出一个 不太跟以前相同的一种 性的政治或者性别的政治 他的焦点已经不在性了 而是一个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 巩固全球经济分工的一个秩序 新殖民主义的掠夺 然后在这一些下面 永远维持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和经济充沛 大家批判的是这个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 社会运动批判话语的转向 就是从传统的 Sexuality转向到 更进一步的其他的 你也可以说是交织的 一种新的批判话语 所以这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其实也就是同性恋爱国主义 这个话语它有它的用处 它比较适用于在地的政治 就是你现在我不谈国际 我只谈我们国内 运用很广 它不但可以在美国 它批判美国的导守同性恋 那很多的 也被很多地区的 或国家的酷儿 用来批判自己的 自己的同性恋运动 OK 等等 这个比如说 台湾的同婚运动 被用来维系冷战以来的 台湾定锐 说台湾是亚洲自由灯塔 这也是一种同性恋爱国主义 所以这第一种意思 可以用来去谈这个现象 但是第二种意思 它对于这种性权谈曲 对于性为主的这种批判的话语来讲 用处就比较没有那么大 它比较不太为这种性权谈曲运用 它基本上是比较深刻的 反美帝的全球霸权的话语 其实这两个不太一样 对这个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乌爱 还有这些人 他某种在学术思想上的转向 好 那基本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这个 还好 我也没有让你们休息 还有些时间 我们也许可以提早下课 但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 也够常问 对 你们 常常民你们要休息一下 再问问解释 是不是说先问问题就算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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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问问题好了 对 好 好 看一看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 哈哈 老师好 我是硕一的蔡佑珊 问一下老师在那个反对性别这个文本里面有提到说 非正式化的不守规矩或自由表达一发缺乏限度 从而变成文明化的倒退 那老师在这一段里面有讲到 就是整篇里面有讲到文明化的倒退跟可能人们对于文明化的反动 那我在这边有点读不太懂就是老师这边讲的反动跟倒退中间的关系什么 因为感觉好像两者是同时发生的 可是却又有一种对我来说读起来有种矛盾的感觉 所以想请问老师这边性的文明化的反动和倒退的关系维合 好的 对文明化的反动呢 只是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文明化太束缚你了 OK 这是反动的意思 就是说你要加住我一个东西 我抵抗你 我不想照你的话做 但是我抵抗你 我不想照你的话做 是不是就必然表示我是文明化的倒退和反动呢 有的时候可能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可能可以用另外一些策略来这个使我一方面没有按照你的文明化规矩 另外一方面我好像还显示了某一种正当性 这是有可能做到的 OK 就是可能我用另外一些援引了另外一些价值 你好比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公共场所里面 这个 不准露内内 女性不准露内内 这有一种文明化要求嘛 对不对 那我很讨厌这个文明化 我对他有一种反动 那我把那样露出来以后 他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会造成文明化倒退 但是我可能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说我就是行为艺术 我在旁边拿 我在哺乳 或者说我在做一个抗议 我上面在我的那页上写着抗议 反对战争 OK 那么因为你往往有了另外一个更高尚的目的 往往可以使你的这个对文明化的反动 有一种效果 使它不至于让人们觉得 这就是一种 哇 世风日下人性不古 文明化大倒退了 所以这两个东西呢 还是有差别的 但是当然他们的差别就是一线之隔 我讲了 反正非正式化跟文明倒退 有时候就是一线之隔 因为有的时候 然后你非正式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遵守这样的一个文明化的这个规矩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比如说你们住在教室里面 有一种非常文明化的态度 大家都规规矩矩的 现在如果有个人的姿态 非常非常的松弛 整个人像躺在椅子上一样 那还是在边境上你知道吗 那就是非正式化了 就是没有正经为坐 但是呢大家会觉得哎呀你这可能是潇洒吧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老师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老师 他可以容许你这么一个不守规矩 可是万一你更进一步呢 比如说我要打电话 我就拿手机哇啦哇啦讲 甚至呢你不是躺在椅子上 你躺在地上 觉得躺在椅子上 就说我躺在地上 我躺在地上 那听课还不行啊我也不讲话 那这个就可能变成文明化倒退了 因为你这个 我们说过睡在地上 在公共场所里睡觉 这个是动物的行为 OK 所以历来都是禁止的 所以这就是一种对文明化的这个反动跟文明化的倒退差别 那这有时候因人而异 比如说现在有个西方白人他跑到台北火车站 我的一个例子 对吧 台北火车站说不可以躺下去 坐下去 他就躺下去 然后手上拿了一本 比较高尚的一本 经典读物 什么 你们觉得什么是经典读物 不知道 反正不是那种黄色小说了 这种西方的那种世界民著 躺在那边手上 哎呀好潇洒喔 懂吧 这种就是用了另外一种高的价值 然后呢使得他的这种非正式化呢 能够变得不是那么文明的那个非文明化 大家知道在香港地铁发生过一件事嘛 对不对 就是白人在香港地铁里面 有时候没位子就坐在地铁上 大家都觉得很潇洒 然后来一个大陆的农民工 坐地铁上就被香港人指责 对不对 因为他们对大陆人也有那种偏见 这都是很有名的这种过去的这种例子 对 所以文明化的倒退跟文明化的反动 还是有差一点点 谢谢小老师 谢谢小老师 好 对1930年代或60年代那一条路 只是重新再走一遭 那不是你所主张的 那你提出一种尝试一条中国道路的可能 你可以多说一点这个中国道路是指什么吗 谢谢 哦 这个讲起来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性别研究呢 这也是整个我们的知识体系的一个问题 知道吧 就是你会发现第一个对于西方的这个性别 这个研究的比较多 因为西方人他会自己研究他自己的 那么其他世界各地的人对自己 国家的这个文化文明里面的性呢 研究相对少 而且比较多的研究还都是 也都是西方人来研究的 OK 那这个没有办法这是为什么呢 那国家穷嘛 教育需要钱 教育你最多的钱先要首先培养 能够进低级工厂里面工作的工人嘛 所以一定是小学教育开始 钱不会说一下子就去给一堆人 没有用的跑到研究所去念书 然后去当教授 因为那研究出来的效益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对自己国家的 这个性的历史性的社会 基本上研究都很少 OK 对性的典籍的研究也非常少 但是这不表示说 这个这些国家没有这些东西 比如说 美国的同性恋小说是19、20世纪才出现的 我们的同性恋小说17世纪就有了 而且是白话文 而且就直接是那种 不是那种含蓄在哪里 就是直接讲性器官在那边交接的啊 这种东西 然后像这样的一种色情小说 我们也是有的 非常发达 大家知道明清厌情小说嘛 对不对 那如果有这样东西的话 如果这种东西在西方的话 那老早就成为各位性别研究里面必读的经典了 你知道吧 我们今天性别研究里面 为什么没有去读西方的经典的 古代的色情小说呢 因为那些古代读西方我不是西方人写的 你懂吧 如果是古代西方写的话 我们老早就把这些东西当做经典 而且是每个人必读的 而且读得广乱辣 而且好像我们去读萨士比亚一样 为什么萨士比亚有那么多人研究 西游记没有那么多人研究 这跟一个文明 一个国家 文明体 他们的强大富裕 是有关系的 简单来讲是这样 那换句话说 整个非西方世界的 性的研究 根本在一个 没有开发的状态里面 中东也是非常 这个阿拉伯人 也是非常早就有这种同性 我们如果不讲异性的话 男女之间的话 只讲男男女女之间的话 其实中东也是有 他们是诗文 但中国是最丰富的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 一个没有开发过的领域 就是说 没有完全开发 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一个 批判的性别研究的 一个研究对象 那我自己呢 是觉得 在这个过去里面呢 我自己是觉得 有从这种 过去的 对于过去中国 男色小说阅读里面 得到了很多灵感 那跟我今天演讲 也是有关系的 我今天演讲简单来说 就是说 英文的sex跟sexuality 这些字啊 都是一个历史社会的产物 它不见得 而我们需要它 我们可以把这个性别 性别 sexuality 给它忘掉 我们以后的世界 可以完全不用这样的字眼 来谈论人类的活动 就是可能 当然也不一定可能 就是说 你可以想象一种世界里面 它不太谈sex和sexuality 它用的可能是中国人讲的 银 玉 银 这些方样可以谈 也没有用同性恋这个字 或者异性恋 或者是双性恋 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字本身 它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讲到说 在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分类里面 关于男男女女问题的分类里面 它强调的是色跟好色 OK 那这是两种人 不是一种人 那同性恋是把这两种人都搞在一起了 如果简单来讲就是插入跟被插入 在中国的分类里是两种人 所以我们没有一种名字叫做同性恋 我们只有就是浩南色啊 浩女色啊 男色啊 女色 我们只有这个名词 我们没有同性恋这个分类 我们没有双性恋的分类 OK 所以很有可能 就是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将来没有同性恋这个名词 没有双性恋这个名词 这就是我们可能性别英雄里面的一种 革命啊 也是可能的 它可能用另外一套词汇 OK 至少在中文里面是这样子 而且呢 当然是讲起来很不得了 就是说 为什么另外一套词汇更好 那也可能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淫这个词 会比这种性这种 这种泛泛的这种泛性论的词好 那可能也有它的道理 对吧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我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个 再次谢谢那个明天宁老师 我今天带领的文章 再跟本事的那个 变得跟产生的体验 这个全靠的名词 好 谢谢 那个 李老师我们随身就 要下线吗 好 那我就下线哦 好 谢谢你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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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